这个人行字走炮是真的服了 月女无数的她怎么也没想到 七夕这天她喜欢的人差点被一个小男孩给牛了 趁着美笑与孩子们玩耍 三英来到许愿树跟前 她在树上一眼就看到了美笑许的愿望 希望能射出光束 三英有些无语 这种愿望也就美笑能想得出来 然而当她无意间看到背后的一排小字使她愣住了 与此同时另一边 真白也在思考着自己该许什么愿望 一旁的男主建议她许愿获得新人奖 但真白觉得没有必要 她觉得光靠自己的实力就办得到 等真白写完愿望 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 众人只好扫兴地回到屋内 男主贴心地给真白擦干淋湿的头发 也就在这时编辑打来电话 接通才知道真白在新人奖落选 看着失落的真白 不知为何男主反而有些如释重负 他安慰真白下次一定可以的 可那言不由衷的话语让他自己都觉得恶心 一旁的学长看着也是皱起了眉头 真白听不下去直接起身回了房间 而男主也因为不满自己的想法跑出樱花庄 三鹰见状撑着散来到男主身边 他很能理解男主现在的心情 因为他也和男主一样 不想看到喜欢的人是如此优秀 但心里虽这么想 为了能让自己配得上美笑 他还是会拼死缩短两人之间的差距 第二天早上 男主来到学院树下清理垃圾 却无意中看到了真白许下的愿望 男主自己都不知道他的愿望是什么 于是浑浑噩噩度过了一天 放学后他与七海走在回去的路上 也就在这时身后驶来一辆豪车 摇下车窗原来是真白的漫画编辑 他二话不说就将男主劫走 随后两人来到一家餐厅 编辑给男主递来真白参赛时的漫画 一看才知真白竟把樱花庄发生的事情都画进了漫画里 但因为男主决定离开樱花庄的缘故 导致结局太过仓促而烂尾 这也是真白落选的最大原因 编辑本想让他改一下结局 但真白却死活不愿意 因为他说这是男主的愿望 听此男主飞奔出餐馆 先是来到学校找到千询老师 将志愿调查表交给了他 随后又马不停蹄地朝樱花庄跑去 此时的他终于明白 自己的愿望并不是离开樱花庄 那只是他逃离现实的借口罢了 气喘叙叙叙来到真白房间的门口 不管对方有没有听见 他将自己的真实想法都说了出来 结果推开房门才知道真白居然趴在桌上睡觉 而电脑上真白连夜画出来的结局 正是男主留在樱花庄的事情 之后男主叫醒了真白 随后对着众人大喊道 我在桜上 你把我做的 你不要 MASHRO 出尾了 阿諾 後輩君 帰我 我 非常好 如何 我沒有人生氣 我沒有人生氣 但… 我沒有人生氣